最近在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期间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与空客公司 在北京签署了140架空客飞机的批量采购协议 其中包括132架A320系列飞机 8架A350飞机 总价值约1095亿人民币 而这也代表了光是在过去半年时间里 中国已经和空客公司签署了 总计424架A320NEO的飞机采购协议 上一次还是今年7月份 中国南航、国航、东航三家航空公司 先后发布公告称 三家航空公司拟购买292架A320NEO客机 总价超过2400亿元人民币 本来这种商业买卖行为在民航业很是正常 因为民航客机从生产到交付运营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 所以为了保证本公司的航线运营正常 不受机灵等限制影响 各大航空公司都会提前购买 以保证新老客机的正常换代 同时不影响正常运营 但要知道的是 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C919客机 在今年12月份就会正式交付东航旗下的E23航空公司运营 且从定位来说 C919对标的就是空客的A320NEO和波音的B737MAX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自己的C919会逐步替代A320NEO和B737MAX 成为国内绝大多数航线的主要运营机型 那么在过去半年间 为何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和中国航财还如此大规模的购买A320NEO客机呢 的确从市场定位来看 国产的C919客机和空客的A320NEO 波音的B737MAX客机是直接竞争对手 三架民航宅体干线客机虽然出身不同 但定位一样 采用的也都是LEAP系列航发 包括机身上诸多核心设备也基本来自同一家航空供应商 但对于C919而言 眼下C919才准备开始批量交付 但这个时候光是直接竞争对手A320NEO科机累计交付数量就已经超过2300架 整个A320系列科机累计交付数量更是累计超过10500架以上 而波音的B737MAX虽然受自身MCAS系统影响 市场表现一般 但仍然已经交付了790架以上 整个B737系列科机累计交付数量更是超过了1.5万架以上 而对于C919而言 虽然其现阶段接到的采购订单总数只有815架 算上印象采购订单总数也不到1000架 但相比已经批量交付半个世纪和超过30年的B737和A320而言 不光订单数量非常少 而且年交付数量也有着很大的差距 比如A320系列科机每年能够交付数量超过600架以上 平均一天就能交付2.5架 B737科机年平均交付数量超过450架以上 平均一天就能交付1.2架 但以上非此限公布C919初期年产量50架左右计算的话 光是现阶段拿到的815架采购订单 算上每年产能提升 估计也得810年左右才能全部交付 所以在眼下手握大量订单 却还无法实现短期内快速交付的现实状况下 C919如果还继续大批量的接受订单 如果不能按时交付 就会造成延误交付 赔付延误费用 但对于航空公司而言 虽然航企不能交付会赔付一定的损失 但自己不能按照计划完成新老客机的更新 损失会更大 所以对于国内各大航司而言 C919作为国产客机肯定要支持 要买 但自己为了生存肯定也要首先保障自身稳定运行 所以只能是选择市场上更受欢迎 且交付速度更快的空客A320NEO客机 而且A320NEO已经在天津的空客厂房 开始本土组装交付 那也就是说 中国三大行企和中国航财此次购买的400多架A320NEO 看似是购买欧洲空客的飞机 给空客的股东德国和法国带来了订单和利润 但实际上中国包括亚洲诸多国家采购的A320NEO客机 都是直接在天津生产总装的 而这对于我国航空业而言 通过生产 组装也获得了宝贵的大批量组装经验 为C919后面交付提供了帮助 同时也解决了中国航空产业人才基础薄弱 以及高等人才就业问题 最为关键的是 通过贸易将中国和欧洲多个国家牢牢捆绑在一起 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 难道把这400多架采购订单交给上费 购买我们自己的C919不好吗 对于上费而言 对于C919而言 肯定拿下更多采购订单是好事 是顺利的良好开端优势 但对于一款新机型而言 如果不能按时交付运营 除了会赔偿大量盐物金外 也会导致资深市场表现不佳 继而无法让C919和A320NEO B737MAX同台竞争 形成ABC局面 其实看今年7月份 国航 南航 东航三大航空公司 联合大规模采购292架A320NEO客机 以及这次中国航才继续大批量采购132架 A320NEO客机会发现 表面上是中国在短短半年时间 大量压保了A320NEO客机 但实际上对于三大航司 和中国航才而言 在当下全球航空运输月 仍然受到一定影响 但整体已经复苏的现状下 这种大批量的采购 其实就和我们手机商品 多多团购同一件商品一样 当同一件商品采购数量更多 甚至达到一定规模后 买方就能够拿这么大的 超级订单和卖方谈判 恰谈超大批量采购的单价如何降低 降低多少 比如一架A320NEO客机的 正常市场价是1.36亿美元价 但如果一次性采购100架的话 可能达98折 一次性购买200架的话 达95折等等 比如今年7月份 国内三大航司联合采购了 292架A320NEO客机 总价372.57亿美元 平均下来单价A320NEO客机 只需要1.27亿美元 相当于打了93折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 之所以过去半年间 中国累计向空客采购了 超过400多架A320NEO客机 除了这些客机的采购 是基于国内航空运输钢需外 还有就是这种能够更好的 将中欧联系的更为紧密 VC919提前获得欧洲EASA试行认证 出口海外铺平道路的同时 也通过这种积攒一起 打批量集中采购的方式 为国内各大航司客机采购 节省了资金和成本 最终成本低了 票价就可以更低 收费还会使我们民众 我们自己生产制造的飞机 为什么要拿到美国发的 试航证才能航行 所谓的试航证就是指 由试航当局根据 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 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 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 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 意思就是 试航证就是证明 这款民航科技是安全可靠的 事实上 只要是国内民航市场 比较大的国家 都会制定一个本国的试航证 如美国的试航证 欧洲的试航证 我国的试航证 俄罗斯的试航证 加拿大的试航证等等 别看可以颁发试航证的国家 有很多 但是有资格制定国际试航 标准的也就只有我国 美国 欧盟这三家了 不过 美国和欧洲的试航证 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换言之也就是 很多国家是直接使用 这两家的试航证 而接受我国的试航证的国家 并不是太多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国际市场上 C919的销量不会很好 只能依托国内市场了 毕竟是做生意嘛 自然希望市场最大 产品卖的最多 这样才能赚到钱 拿不到美国的试航证 那就意味着国际市场非常的狭小 自然就赚不到美金了 这就是C919科技 为什么必须要拿到 美国试航证和欧盟试航证的原因 认可我国试航证的国家 截止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28个国家 与我国签了协议 如俄罗斯 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亚 菲律宾 亚洲等国 非洲等国 拉丁美洲等国 只要这些国家同意 C919科技就可以在 双方领空内进行商业飞行 而且还可以出口给这些国家 完全不存在 需欧美颁发的试航证 只不过 全球民航科技的市场 主要集中在美国 我国 欧洲 俄罗斯 加拿大 日本 印度 印度尼西亚等国 而在以上的国家中 也就只有俄罗斯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认可我国的试航证 所以说 拿不到美国的试航证 也只能出口给以上三个 民航科技市场相对比较大的国家了 可想而知 C919科技的市场受限有多大 以上还只是在试航证方面的忧虑 关于C919民航科技自身 也有些许问题 那就是目前的国产化率仅有60% 只有将国产化率提高至100% 才可以彻底摆脱欧美的制约 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据统计 在C919科技的所有部件中 国内航空公司制造的主要就是撬体部分 也就包括以下几个部件 飞机主义 水平尾翼 垂直尾翼 雷达罩 机身前后段 起落架 整流罩等等 而从国外进口部件主要就包括 航电系统 液压系统 飞控系统 发动机 环境系统等等 FAA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它可以进行试航认证 理论上只对美国境内有效 同样的 还有欧洲航空管理局的认证 在欧洲范围内有效 正常情况 各国都应该自己对在本国运营的航空器进行认证 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个能力 于是很多国家就放弃了自己独立的认证权利 直接认可美国或欧洲的试航认证 或者对得到美国或欧洲认证的航空器 直接发放本国试航认证许可 中国民航总局就不是直接认可美国或欧洲的试航认证结论 而是由我们自己的一套试航认证体系 对在我国运营的航空器 必须要获得我们民航管理部门的认证才可以 说到这你就应该能理解了 凡是拿到美国FAA试航认证的航空器 可以在所有认可该认证的国家运行 而目前 几乎全部没有自己独立试航认证能力的国家 都直接认可FAA的认证 所以就造成了拿到FAA认证就可以哪都能飞的表象了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中国民航局的试航认证的认可度也在提升 也有很多国家是直接认可我们的试航认证 所以并不是拿不到FAA认证就只能在国内飞 还是可以在那些认可中国试航认证的国家运营 允许波音公司的737MAX付费 737MAX接连发生两次空难之后 引起了一片差评 空客趁机出手 抢走了波音公司的一大堆订单 这对波音公司来说是很伤的 可是 波音737MAX的付费审赫非常困难 他们始终没有解决的办法 常言道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737MAX付费来换取C919的适航证 如此一来 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了 国产大飞机C919如果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必将掀起一阵滔天巨浪 必然会打破波音和空客的垄断局面 中国制造向来都是凭借物美加联想于全球的 C919也不例外 这架飞机对标的是波音737和空客A320 性能完全一样 价格却便宜得多 波音737的售价是9600万美元 空客A320的售价是9800万美元 有预测说C919的售价在5000万美元左右 用一架飞机的钱买两架飞机 订单还不时嗖嗖的来